确实看完这段短片 这里面的信息让我们很惊讶 原来明明是 这个常叔叔的哥哥 当初发现并且捡回来的 所以阿姨 您看叔叔让你在 他和明明之间做一个选择 我没有选择 他没有选择 不能选择 你选择不了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让你 做一个选择呢 他是不想要明明了吗 他恨不良了 可是你看 当时这个决定要摄养明明的时候 是全家人一起做的决定 为什么到后来 常叔叔就越来越不喜欢他 这孩子是我做的决定 是您做的决定 您能给我们详细地讲一讲 当初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 决定要摄养他的经过吗 当时呢 因为我是没有儿子 完了我都把这孩子 我都抱回来了 看到这个阿姨要检查身体 我说这孩子 医生诊断说是 这孩子当时头不能抬 是眼睛躺过眼泪 撒尿 完了一谈迷似的 起起不来 他说我建议你 上沈阳寺儿童医院 我说那你说 郑小能看出了吗 看他的脚 看他的眼睛 他说这孩子那扁形的 先天余形 会坑你下半半 你要不听我话的话 这孩子你就是 一伤这个 我也没心 我也没心的事 那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你就决定要把这个孩子收养了 是因为他长得很可爱 还是因为你们缺一个儿子 这是一个男孩 所以你才要收养他 我不缺儿子 因为我 我自己我有一个姑娘啊 而且我二胎指标 我读上 我是有二胎指标 生指标的 那时候他三十二的 给我指标 我都没药 我就退回去了 给我都没生 因为说我 那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收养这个孩子呢 那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收养这个孩子呢 说他最可怜的 因为我从小没父没母 你说他在大所有业地的时候 你说这么小 他亲年亲妈给他扔了 你说带我婶儿我再把他扔了 那你说 那不是太差眼了吗 那个时候 您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我那还十岁 十岁 有一个女儿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这个孩子长大了 那他因为身体的一些疾病 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负担 但是 准备很多的钱给他治病 还有他后半辈子 他可能没有自理的能力 怎么办 当时我也想起来了 当时我和你 他也蛮好 我总希望他好 我对此上了棱 上了那个陪着学校啥的 这以后就是了 但是我也 你就是相信他可能会好 他其实会出现 那当时查出孩子身体不好的时候 您丈夫反对您收养他吗 当时他还不算太传递 他还不传递 那阿姨您刚才跟我们讲到 你为了收养这个孩子 甚至放弃了自己 二胎准生的这个资格 对我都没有 我那都有 我那都有读生读女证 一看有收养证 我这还有二胎指标 我要的孩子 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您跟常师傅商量过吗 没有 我都是我非常执乳 非常我一头脑脑的孩子